在五亿年前的地球度过一天是怎样的体验 由于地球自转较快 这时的一天约为21个小时 410天为一年 在地球外你会看到熟悉的臭氧层已经出现 月亮会显得更大一些 泛大洋正随着潘诺西亚大陆的分裂而开始扩张 站在这片陌生的陆地上 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熟悉的生命迹象 只有贫瘠的土地以及稀少的植物 微弱的地球磁场让有害辐射发射到地表 对生物造成DNA损伤的同时 也带来了更高的突变率 这可能使生物进化更加复杂 蓝藻制造出大量的氧气 迫使生物改为依靠氧气生存 这直接改变了地球的生命形式 发生在8.5至5.5亿年前的雪球事件 使地球环境的浩劫 但也推动了寒物及生命的演化 著名的三叶虫 大型的掠食者奇虾等 大量复杂的生物就在这时出现了 但盛极必衰 这些生物中多半将在一次宇宙事件中灭绝殆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量复杂的混合物 大量复杂的那种